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 今日發表了一篇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到 有餐廳拒絕招待內地客 或者是講普通話的客人 餐廳表示這樣做是為了保障其他食客的安全 是自保措施 但有關措施真的有必要和有效用嗎 首先餐廳這樣做 假設所有內地客都已經或者有可能染病 有機會構成殘疾歧視 我真想問問平基會主席朱敏健 請問你是否發盲 在你發表這篇文章之前 到底有沒有徵詢過法律意見 到底你有沒有查清楚平基會內的資料 根據香港法例第487章殘疾歧視條例 第61條第一款提到 如果某人的殘疾是屬於任何傳染病 因而受到歧視 但有關的歧視行徑是為了保障公眾健康 而屬於合理的需要 本條例並不適用於歧視者 到底是甚麼是傳染病 根據61條第三款提到 傳染病提到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即是香港法例第599章裡 所指的任何表列傳染病 特區政府在今年1月7日 所發表的新聞公布提及到 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就會納入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裡的 法定需情報傳染病 既然有了這個法律基礎 為何你朱敏健主席仍然可以寫出這篇文章 指責別人這些行徑 是有機會構成殘疾歧視 其實不單只是餐廳這樣做 泳池一樣會這樣做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就出了一份叫做 《泳池牌照》的主要發牌條件 裏頭的第17條說到 需要在泳池附近一處顯眼地方 持續展示一張中英文的告示 禁止明知自己患有皮膚病 或者傳染病的人進入泳池 難道泳池本身的管理人員 就是在歧視患有皮膚病 或者傳染病的人嗎? 是不會的 為何你還寫得出這些文章呢? 他不單只是說殘疾歧視 還說種族歧視 他就說到 餐廳的告示說不招待普通話的客人 但沒有說不招待其他語言的客人 例如說說英語、法語的非華裔人士 而由於大部分說普通話的都是華裔人士 有關的告示可能歧視華裔人士 違反種族歧視條例 而他自己在下一段就說了 說根據法例 種族的定義就是指一個人的種族 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 根本上語言就是沒有法律基礎 你怎麼可以用語言 來質疑別人構成了種族歧視呢? 說普通話的不一定就等於是中國人 他可能是台灣人 可能是大馬人、新加坡人 或者是持有美國綠卡的華僑也不定 而中國人又不一定是說普通話的 他可能只會說散頭話、潮州話、彈家話、客家話 你怎麼能夠用語言作為一個標準 來質疑別人構成了種族歧視呢? 接著他在下一段又提到 說違法的種族歧視絕對是可以發生在同一個種族之內 我真的不明白了 請問怎麼可以發生在同一個種族之內? 這個朱敏健主席在那篇文章裡 舉了一個例子出來偷換概念 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說一名華裔人士開餐廳 如果他只准美國的白人光顧 拒絕招待華裔顧客的話 這一名華裔經營者就是直接歧視華裔的客人 當然是 當然是 這個例子絕對是種族歧視 但是你現在說光榮冰室那篇的告示 到底是否構成種族歧視就是問題了 在他那篇的告示當中從來沒有提及過 說不招待某一個種族或者族裔的顧客 故此就算你是白人黑人拉丁人 什麼人都好 都可以進去光顧 對嗎? 旅程仍然有一大堆香港華人進去光顧吃飯 根據你香港的法例定義 香港人就不是構成自己一個民族 對吧? 你自己的文章都說到香港人都是華人 好了 他照樣招待華人 對嗎? 因此你朱敏健主席用語言作為判別種族的依據 根本上是不科學 而且是沒有法理基礎的 喂 同一個種族之間 如果是有不同的旗見 這個不是歧視 是旗見 是有分歧 這個是什麼? 不是種族歧視 而是省籍矛盾 麻煩你學一下吧 台灣就曾經出現過 本省籍的人和外省籍的人出現了矛盾 這個叫省籍矛盾 不是種族歧視 笨蛋 種族歧視是說什麼? 我是漢族 你是高山族 他就是苗族 這個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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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蒙古族 這個就構成了種族歧視 全部華人怎麼構成種族歧視 你是不是笨蛋 你不要拿自己在文章舉的例子出來 來混淆市場 來偷換概念 如果你認為那間餐廳的那張告示 真的構成了違法行為 為什麼你不去告他呢? 一旦就走出來寫文章 在幫政府造勢 搖旗立喊 就是因為不夠法理基礎 就是因為現行的法例 根本上就是處理不了 不然你也不需要寫千多二千字 來講那麼多 難道特區政府目前實施這麼多的入境管制措施 那些全部都是種族歧視的行為 這是不構成的 大家都可以理解得到 用自己的理性 用自己的知識 都可以判別得到 你說這間餐館 那張告示有問題 那為什麼你沒有採取法律行動 你是不是縱容他這樣做 你是不是讓他逍遙法外 你認為他有問題 你又不告他? 多餘 你真的寫這些文章 有屁用嗎? 接下來就想講講關於國泰航空 國泰日前出了兩張通告 第一張就是這樣說的 說國泰航空和中銀航空租任公司 就在3月16日訂立了飛機銷售協議 以及飛機售後遭回協議 根據這兩個協議 國泰同意銷售六部波音777的客機 和相關設備給中銀航空租任公司 總代價是7億0380萬美元 即是50多億港幣 之後就會向這間公司 售後租回飛機的資產 即是賣完便租回飛機 套現了50多億港幣 拿來做一般的營運資金 難怪國泰航空在去年 這樣走去熱烈地反反送中 對於黃絲又採取言論審查 然後連工會主席又炒油 現在就回報開始來了 國泰航空不碰當 有間中銀航空租任公司幫忙 幫你買下六架飛機 然後租回給你 幫你國泰渡過難關 實情國泰的資金也很雄厚 截至去年12月底 國泰無限制流動現金 大約有200億港幣 所以就算他面對環球的非常時期也好 就算他的運載力怎樣大跌也好 在這一年內他也很難破產倒閉 你看看歐洲那些就不同了 對不對? 很多都資不抵債 甚至乎你看看北歐航空 一停運馬上就炒油九成了 國泰目前還沒有這種情況 國泰第二章的通告怎麼說呢? 顧客及商務總裁林兆波就說 國泰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單在2月 國泰的服務航空公司行業 包括國泰航空和國泰港龍 錄得未經審核龐大虧損超過20億港元 而他還說2月以後的情況更進一步惡化 在3月份國泰宣布削減六成半的客運運力 其後各國政府陸續實施更多旅遊限制 最近期更影響到長途市場 包括歐洲、美國和西南、太平洋等等 預期旅遊需求將會進一步下滑 他們計劃在4月份只會營運極少數的基本客運行班 運力減幅會多達九成 即是死了九成 實情也不僅僅國泰有事 整個旅遊相關的行業也有事 包括酒店業、旅行社、航空運輸業、飲食業等等 全部是零售業 故此不僅僅國泰有事 其實很多行業、很多從業員都會有事 不過國泰就只有天獨口 有這麼多資產 難為很多歐洲或東南亞的航空 很多都是資不抵債的 如果這個停運情況持續三五七個月 我想很多航空公司都會宣佈破產倒閉 不過國泰就比較難 雖然客運狂跌 而且也要虧錢 不過他還有貨運業來支撐著他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